主料,鸡蛋四个,辅料,油六十毫升,盐二点五毫升,糖一百二十克,牛奶一百一十毫升,面粉一百克,葡萄杆,准备时间,十到二十分钟,制作时间,三十分钟到一小时,蛋黄和蛋清分离到两个无油无水的盆里,蛋黄加十克糖用打蛋器打至发白,再翻三次加入油,每次打均匀,牛奶一次性加 加入大蒸匀,面粉筛入了用光刀霸匀,等清分三次加入剩下的白糖,打至硬性发泡,打好的蛋清,取三分之一的蛋黄糊中,拌匀再把剩下的蛋清倒入合匀,烤盘放油布,把蛋糊倒入,上面撒上葡萄干,烤箱一百八十度上下火烤三十分钟即可,切块保存即可,烹饪技巧,一在颜色更好的时候,盖上细致二拍拍, 如果不杀杀想就可以出炉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